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免费包机送未来务工人员回乡过年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越南国家电视台国际频道的 今日越南节目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1月22日上午 罗马尼亚总理马歇尔·乔拉库 在首都布加勒斯特的维多利亚宫举行仪式 欢迎越南政府总理方明正 同学服务员及越南高级代表团 访问罗马尼亚 欢迎游事结束后 两位总理举行了会谈 罗马尼亚总理热烈欢迎政府总理范明正一行 同时强调 此访在两国即将迎来建交75周年的背景下 具有重要意义 为增进越南与罗马尼亚的政治互信 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谊 做出贡献 他强调 越南是罗马尼亚在亚太地区 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范明正总理重申 越南政府和人民 永远铭记罗马尼亚75年来 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中 为越南提供的宝贵支持 尤其是帮助越南培养了 4000余名大学生和研究生 在会谈中 双方同意继续加强两国个级别 特别是高层代表团的接触和互访 以便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和相互了解 关于经贸投资合作 两位总理一致同意促进经济 贸易 投资合作关系发展 鼓励两国企业继续全面 有效地落实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双方一致同意 在推动教育培训 科技 国防安全 文化体育理由 劳务 卫生 医药等传统领域有效合作的同时 促进信息技术 创新 数字化转型 绿色转型 循环经济等领域的合作 范明正总理建议 罗马尼亚政府 继续为旅居罗马尼亚的越南人 融入所在国社会 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为罗马尼亚的发展 增进友谊 加强民间交流等 做出积极贡献 两位总理重申 继续在多边论坛和国际组织中 密切协调 分享经验 相互支持 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发展 做出贡献 会谈结束后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了两国部委 地方等19项合作文件的签字一事 当天下午 发明正总理会见了 罗马尼亚总统克劳斯·约翰尼斯 罗马尼亚总统高度评价 越南在亚太地区的地位 并强调 罗马尼亚一向将越南视为 企业在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伙伴 希望同越南发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 方牛正总理强调 越南始终重视 并希望加强 与中东欧地区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 其中 罗马尼亚就是越南的优先合作伙伴 两国领导人同意 继续若实现有经济合作机制 鼓励罗马尼亚企业 促进对越南投资与合作 特别是在信息系数 烈油 食品加工 可再生能源等 罗马尼亚具有优势的领域 随后 发明正总理分别会见了 罗马尼亚参议院议长 尼古拉丘克 众议院议长 阿尔弗雷德·西蒙尼斯 会讯中 发明正总理感谢两位议长 和罗马尼亚议员们 对越南政府高级代表团的 诚挚和热情接待 并肯定 此访者在有力促进两国传统友谊 和多方面的良好合作 罗马尼亚参议院议长 尼古拉丘克 高度评价范宁正总理 此次访罗 在两国将于2025年 纪念两国建交 75周年的背景下 此访将成为两国关系的 重要里程碑 高度评价 两国传统友好关系 和多领域的合作 呈现积极和务实发展势头 特别是最近在政治 经济 教育培训 和文化旅游等领域 取得的成果 双方一致同意 推动两个立法机构的合作 继续在各跨国议会框架 保持紧密配合 和互相给予支持 同时 继续推动两国之间的 贸易和投资合作 提高在教育培训 农业 文化 劳务等传统领域的合作效果 同时扩大到信息技术 创新和科技等 领域的潜在领域 罗马尼亚众议院议长 阿尔弗雷德·西蒙尼斯 高度评价 越南近期在经济社会 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 以及越南在国际舞台上的 地位和威望 同时对近期 罗马尼亚议会 与越南国会之间的合作 呈现积极发展不凡 范明正总理强调 越南希望在立法 和最高监督领域 进行合作 和互相分享经验 建议两国国会议会 互相支持 推动两国政府 所达成 关于经贸和投资等领域的 合作协议落地实施 访问罗马尼亚期间 范明正总理已同罗马尼亚总理 马歇尔·乔拉库出席 越南罗马尼亚商务论坛 两国数百家企业代表参加了论坛 整个会场座无空袭 范明正总理在论坛上 发表讲话时表示 越南与罗马尼亚全面友好 合作关系正在不断拓展 政治外交 卖业 农业 工业 劳务 旅游和教育培训等领域 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政治互信不断增强 范明正总理建议双方企业 充分利用 越南与欧盟自由贸易协定EVFDA 和越南与欧盟投资保护协定EVIPA 带来的机会 促进合作发展 与此同时 加强装用机械和设备 医疗设备 制药 电信 汽车制造 可建生能源 载矿 炼油等优势领域的合作 罗马尼亚总理表示 在这次非常成功的会谈中 他和范明正总理 也遮定了加强贸易往来 被投资创造有益条件等的目标 各位观众 今年年初 越南政府单独发布了 关于改善营商环境 提升国家竞争力的 主要任务和解决方案的2号决议 而不像往年并入1号决议的内容中 这表明这项工作 继续受到政府的格外重视 越南今年的一大目标是促进新兴产业和领域 以及新的有效商业模式的发展 科学技术无疑将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技术发展的障碍 期待解决 我们要强调的是政府关于促进 对科技企业发展的支持的第13号议定 截至目前 我们还未能得到有关部委和机构的详细指示 以便能够接触到政策 并享受政策的激励 政府在02号决议中强调 要根据创新 数字化转型 绿色转型等新的发展趋势 及时建立和完善灵活适应的制度和政策 创新接收企业和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也是政府对各机构 部委和地方提出的要求 应该成立专门的工作组 让外商直接参与其中 这样才能传达外商真正需要的内容 他们需要什么 有哪些不方便 有什么需要改善的 倾听和对话必须朝向实质性的 但也要频繁 并迅速采取行动 以跟上当今不断变化的生活现实 在各地方的停滞现象 在当前的许可申请中 缓慢办理或不敢承担责任的心态 仍然对企业造成巨大障碍 有关改革与投资流程的政策法规 是政府提出的首批 也是关键的解决方案之一 当我们开始做生意后 营商条件障碍的解决方案 也是政府设定的第二个目标 今年是越南经济必须加速突破 成功实施2021至2025年阶段 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一年 阻碍这一目标的任何障碍 都需要立即消除 政府从年初开始 就做出了一些推广举措 但效果还取决于地方部委的责任感 交叉所有权 银行操纵 特殊控制问题 处理坏账 通过银行销售保险等等 这些都是国会最近通过的 信贷机构法中最受关注的一些内容 这也被认为是越南在完善银行业体制 并为其建立法律框架方面 向前迈出的一步 其目标是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 健康可稳定发展 并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信用机构法修正案规定 银行机构股东的最高持股比例 从目前的15%降至10% 未偿信贷余额总额 在五年路线途中逐渐减少 每位客户留下10%的股本 强化信息披露规定 及对持有注册资本1%以上的股东 进行强制信息透明度 扩大需要披露信息的相关主体 这些新规定旨在确保银行系统运营安全 防止交叉所有权或操纵银行业务 关于信贷机构股东的信贷资本比例 或股东持股比例的规定 已在该法中明确规定 并正在不断收集 因此它既透明 又可以防止交叉所有权和银行操纵活动 我们看到法律正在朝着更好治理 更大透明度 逐步接近国际标准的方向发展 我们为未来做好准备 万一银行出现问题 需要及早干预 这部法律还对处理坏账和抵押品 在信贷机构出现疲软迹象时 尽早干预 对信贷机构进行特殊控制等相关问题 做出明确的规定 此前关于坏账处理的第42号决议 现在已作为法律的一个章节进行规范 非常具体明确 当然 还需要制定法规来指导法律的实施过程 越南已将第42号决议的多项内容合法化 促进坏账处理 提高企业客户使用贷款资金责任的意识 以及借款人的责任 借款和偿还银行债务等 信贷机构和外资银行分行在发生损失 违反安全规范或大规模提款时提前干预 或对信贷机构进行特殊控制也得以合法化 此外 修改后的信贷机构法也对银行销售保险 做出了明确规定 这项新规定有助于确保信贷机构的安全 健康和透明运营 距离流川节仅剩下不到20天 目前许多地方企业和零售商 也为年末购物万金而准备了充足的货物 工商部也同各顺工商厅配合 落实了很多确保物资供应充足和平易物价的方案 统计总局数据显示 2023年12月 商品零售总额和消费服务收入达到近566万一月顿 环比大幅增长 随着春节前一个月 人民消费需求增加 预计2024年1月的商品零售总额和服务收入将继续增长 在此背景下 工商部门同个供货商 零售商和便利店制定供货和销售计划 以满足人民春节购物需求 我们和供应商都预测 今年销量将比2023年春节增长25%到30% 因此供应商已主动安排生产和供应活动 为我们提供充足的货量 即使在春节前几天市场需求突然增加 我们超市不会缺货 价格也依然稳定 为了刺激春节期间消费需求 各家经销商还与生产企业联手制定多项促销活动 春节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 因此应该要多买点年货 在超市购物时 我觉得价格比较合理 产品质量也有保证 每年西贡合作者超市都会向工商部门 及我们超市所在的地方政府承诺三点 第一尽量控制价格上涨 第二是与供应商合作 与消费者分享 减少价格上涨幅度 保证最优惠的价格 第三是2024年春节期间 我们将推出多项促销活动 为消费者争取更多的福利 据工商部的统计数据显示 河内市已为春节购物旺季 准备商品总价值40万多亿月顿 胡志明市已准备超过22万亿月顿的商品价值 接下来请关注 冷空气强降 北部地区部分高山出现霜洞 免费包机送来欧工人员回乡过年 由于冷空气强烈加强 昨天北部地区部分高山出现了霜洞现象 在高平省的菲沃峰 昨天下午2点从海拔约1,600米处到山顶都出现了霜洞 室外气温降至零下5摄氏度 所有的树木被水覆盖的物体都截上了一层白色的薄冰 亮山省的母山也出现了霜洞现象 约共十三大明确指出 保护和发展森林是完善制度体系 有效管理和利用资源的重点深入之一 近年来在许多山区 当地政府和人民已经携手开展多项保护和发展森林的模式 在两街省左攀乡 以前非法砍伐森林现象频繁发生 导致了森林火灾 但是现在当地党员正在逐步呼吁人民组成森林保护小组 人民直接看护防护林 给家乡的环境和生活带来许多积极的变化 左摘村党支部书记 村长李富钊先生 每周都会去检查村民看管防护林的情况 该村森林保护小组成立于2015年 由李村长担任组长 小组安排每户家庭每月一到两次巡逻 清理道路 保护森林中的珍贵药材 非法砍伐森林的现象不复存在 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提高 以前我们没有被分管森林也缺乏了解 所以经常砍伐森林 如今村里成立了森林保护小组 各家各户自己保护被分管的森林 这样大风暴雨来袭时 就不怕山洪山体滑坡了 我们队有八个人每个月轮流巡逻保护森林 从此以后森林发展的更好 再也没有发生过森林火灾 我们每月也举行活动 宣传动员人们努力保护森林 李村长还挨家挨户鼓励人们 签署保护和发展森林的承诺书 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支持签署承诺书 签署承诺书有助于保护森林 使其更好的发展 如果签了但没做的话 要受罚款 这样的信息乡干部 村干部都给我们讲很多遍了 目前 左攀乡92%以上的人口 是少数民族同胞 携手保护和发展森林 为环境保护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从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当发生森林火灾 或非法开采各类林产品时 村民会通知村籍和乡籍管理干部 以便职能力量及时处理 在森林管理保护和发展工作中 人民发挥了积极作用 目前 森林发展也很好 这样 村民也可以安心生活 发展经济 左摘村现在不仅是左盘乡的模范村 也是沙坝镇和老街省的新农村村庄 李村长本着挨家挨户宣传呼吁的精神 继续为呼吁村民保护森林 发展家乡而呕心沥血 和平省是众多数民族同胞聚居的地方 占全省人口占的74%以上 多年来 和平省山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不断得到改善 许多家庭因开发了旅游经济而脱贫致富 交通 医疗 教育等领域的清除设施不断升级改造 逐步缩短了各省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 戈洞和趴格是和平省梅州县的两个山区乡 以前是毒品犯罪高发的地方 多年来得益于政府的经济社会扶持政策 这里猛足同胞们成功脱离了贫困 许多连村 连乡的道路得以建设 同胞们不仅出行方便 而且还开始发展社区旅游 既能增加收入 又能保护民族文化 我家从2010年开始从事旅游工作了 做了两年后 我们很高兴游客量越来越多 猛足同胞特别懂得保护传统文化特色 我们希望吸引更多游客 传播我家乡的故事 为同胞们创造就业机会 确保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 也是和平省政策中的两个重点 目前 全省有13所民族寄宿学校 在校学生3800多名 与此同时 92%的人都有医疗保险 入学寄宿制学校的学生都能按照规定 享有党和政府的福利政策 很多学生虽然家境困难 但学习成绩很好 凭借这样的学习条件获得了优秀学生奖 甚至通过了高考 关于医疗工作 我们安排一名医务人员 挨家挨户向人民群众见面宣传 从2015年起 少数民族同胞们获得医保卡 需要看病治病的时候 都找来我们这儿急诊和体检的前线 经过一段时间的落实 和平省多项投资政策已初见成效 为山区发展注入了动力 我们继续向上级部门做参谋 把资源分配给正确的受益者 因此 人均收入增加 贫困率下降 基础设施 道路 电水工程等 得到同步的投资建设 2024年 和平省继续全力以赴 高效落实扶贫政策 提高人力素质 为该省特别困难地区干部进行培训 从而为巩固民族大团结 维护地方政治安宁与安全秩序 做出贡献 越南航空公司将组织免费的包机 送南部省份的外来务工人员回乡过年 VN218号航班将于下周1 1月29日 从胡志明市飞往河内 在内排机油厂降落后 越航将安排大巴送大家到中转站 从而返回家乡 春节后 越航将继续安排 从海防 荣市 青化 云屯 飞往胡志明市的包机 送员工们回到工作岗位 各地方向越航提出员工名单 此外 员工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或者越航粉丝专业进行注册 确保民族大团结 开发内部资源 共同繁荣发展 12月共识三届八中全会 关于弘扬民族大团结 传统和力量的决议内容之一 近年来 各地方人民和有关部门 携手合作 开展创新模式 将这一决议付诸实践 在老街省保安县易都乡 这里的党员 干部 挨家挨户 动员和支持人民群众 在港务农的同时 开发社区旅游 席给农村面貌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变化 凌晨五点半 易都乡人委会副主席梁高氏 利用上班前的时间来到美户家庭 介绍民宿旅游模式 梁先生是乡里第一户搞社区旅游的家庭 凭借自己的经验 他仔细为人民检讨每一项 改变居住空间和景观 以适应旅游业务 梁哥哥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 引导我们种树如何规划院子 哪里种什么不仅做景观 而且符合本地风俗习惯 哪怕是晚上他也来鼓励 动员我们开发理由 我们叫人民使用善待环境的材料 来编织围栏 适应这里的自然景观 从大马路到小巷子 甚至整个院子都必须绿色清洁 梁高市还教人民分类垃圾 如何饲养牲畜 以及迎接招待客人的方法 目标是让民宿拥有宽敞 干净环保的基础设施 同时保留戴衣族传统的高角屋 在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识努力下 亦都相开展社区旅游两年来 已有28户家庭提供民宿服务 以前收入低,填饱肚子都不够 自从搞起旅游服务来 我们的收入有所提高了 孩子们有钱上大学 宅院,村路,小巷,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 我们搞旅游,又学会了怎么接待客人 很开心 虽然每天忙里忙外,难免有些辛苦 但能够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群体 这就是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 2023年,有五个民宿单位组成的一都乡民宿群 获得了东盟民宿奖 肩负着既是乡干部,又是党员的责任 我要以身作则 对于一些还没有决定去做的家庭 我会继续劝说 我的目的是发展经济家庭 提高人民的收入 从而为一都乡日益美丽繁荣做出贡献 最后是越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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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